在國外裡面,我們把它除一鍵,除一鍵通片後的駕駛 然後再配合改天競的兩岸的主化 不同的店長 又我們可以用店長 然後呢也會可以降低我的負責 就是我們的需量需求 它可以避色於認識的多點 這已經放在南京東都的地方 對 這已經放了 阿瑟把人帶過來 把人帶過來 把人帶過來 簡單 不要走 公車主要直接擁公車 就不用繼續在那裡找這些東西 而且常常很多人找不到 坐什麼車 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過去我們就是在討論 沒有實地看一下我們的業者 和地方政府的互動和他們的成果 那今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覺得 以前人家給我的報告 就是認為說台灣在智慧城市方面 其實有落後 很多人很憂心 甚至於對岸或者其他國家 有些都已經有很好的規劃 那麼我今天來看 我覺得我們台北市政府 跟電腦公會辦的這個展覽 顯現出來我們民間的活力很好 而且地方政府也有非常積極的規劃 那麼我想中央政府應該做的部分 我們會在520之後也會來積極來檢討 原則上我們希望智慧城市的建設 跟我們的未來的所謂的IoT的產業的發展 能夠在短期之內就能看到成果 因為台灣這方面有很好的條件 我有信心我們未來應該會有非常好的成果 以及很明顯的進步 好